在这个电器或者是自动化控制中 最常用的这些元器件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空气开关 这个是漏电保护器 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 就是空气开关是做过载 或者是短路等等的保护 它这个漏电保护器 比空开多了一个漏电保护 也就是对人的保护的一个功能 所以说我们在安的时候 一般这个空气开关 是安在这个总回路的 之后这个漏电保护器 要安在空开的后面 这个是交流接手器 和它对比一下 这个是中间继电器 它们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它们的工作原理都是通电 之后自己的自身的先进吸盒 控制这样的一个负载 比如说我们经常用它 做一些电机的启动等等 那它其实它更多的是做一些 比如说小电流控制大电流 或者小电压控制大电压 以及一些信号传递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中间继电器是不能够代替 交流接手器进行一个使用的 这个是热继电器 它一般都是辅助 这个交流接手器 就是把它们两个进行一个结合 进行一个工作使用的 这个是按钮开关 它也是做一些这个电路中的启动 或者是停止 我们一般会用不同的颜色区分 不同的功能 这个是指示灯 那我们一般会用这个不同的指示灯啊 这个去做一些比如说运行显示啊 或是停止显示等等等等 那还有两种开关呢 其实是没有在这个电路中的 一种是形成开关 一种是集挺开关 集挺开关就是在这个按钮 这个上面带三个箭头的 就是说控制这个切断电路啊 对人身进行一个 在有危险的时候啊 对人身进行一个保障 那形成开关呢 一会儿我会打一个图在这个旁边 形成开关就是说 机械元件触碰到它的时候啊 它会就进行一个 进行一个动作 也就是说 当机械触碰的时候 它会进行一定的反应 比如说我们去做这个小车 往返等等等等的时候 就会这个用到这个形成开关 这个是时间接电器 时间接电器的功能 在字面上很好理解 就是说控制 这个负载的接通时间 或者是断开时间 这个叫温度变送器 它其实是把我们接收到的 比如说温度等等的 这个模拟量的信号 转化成可用的数字量的信号 这个是变送器的功能 其次就是这个是编码器 编码器呢 其实更多的是搭配啊 这个步进链机 以及这个步进驱动器使用的 它是把脚位移转化成脉冲信号 那这个呢 是把脉冲信号再转化成脚位移 它们两个其实进行一个搭配 那步进驱动器呢 其实就是为步进链机 进行一个服务的啊 这种呢 是接近开关 它更多的是用于我们的这样一个 比如说防盗系统啊等等等等 当这个金属触碰到进行开关的时候 它就会给我们进行一个信号的 这样一个反馈 这个是PLC PLC 我们就不用多说了 它其实可以做一些 更多的逻辑性的运算与控制 比如说它可以代替 我们刚才说的时间继续器 或者交流接触器的这样一些功能 今天和大家分享 因为 我们去找上一个 这种东西的